北欧最大的公共艺术双年展瑞典的Open Art 今年聚集了80位国际艺术家超过百件作品 在小镇的广场、城堡还有商场展出 这次一共有艾未未、徐斌等等13位中国艺术家参加 艾未未这次把工厂里面375件工人的制服 吊挂在300公尺长的商店街区 暗奉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下 工人所受到的不人道待遇 北炮炮的巨大爆米花雕塑 散落广场成了亲子游乐场 处理水池旁的大型书球 由5000本书组合而成 一本本页面散开随风翻动 象征知识与环境的交流 还有像是被盯在商场大楼外墙的红色汽车 100多件公共艺术品 散落在瑞典小城鄂勒布鲁市 这是北欧最大的公共艺术双年展 Open Art 300公尺长的商业街区 调满鲜艳色彩的工人制服 这是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的作品 Unfortunately, in the past few years over a dozen young people they cannot get used to this kind of working condition and they jump out of the window 三百七十五件中国富士康工厂制服 飘移在空中 艾未未用创作提供工人制服 本届Open Art特别设立两大单元 介绍13位中国艺术家 包括以汉字为创作元素 闻名全球的艺术家徐滨 徐滨以符号中的符号为题 手绘动画呈现中国画和汉字的典故 瑞典Open Art双年展 原本以北欧艺术家为主 目前扩展为全球性的活动 这都来自于八年前新市长的一个想法 他感觉 他说 这个是完美的 因为开放亲切的展览里面 市民可以自由地请紧艺术品 更能骄傲地向大家展示他们的城市